来看到今天一早大约8点的时候 在台北市的中心桥 有一辆载满细杀土石的小货车 因为超速的关系导致过弯不慎打滑 整辆车是90度翻倒撞破了护栏 而这个土石也撒得满地都是 货车车头几乎全毁挤压变形 驾驶也被方向盘给卡住了 而消防弟兄货爆之后是紧急拉出驾驶来治疗 索性是没有生命危险 而驾驶事后工程不知道超速 过完刹车失离才会自撞 消防队员用顶撑器撑开被压扁的车门 成功拉出被方向盘卡住的受困驾驶 在紧急时打一记止痛针 货车上刹时全洒在路面车火 几乎全毁还把快速道路的护栏撞破一个洞 黑驾驶躺在单架上省清痛苦 胸口剧烈起伏 消防弟兄关心伤势 他只能轻微摇晃手指示意 仔细看男子的指节和小腿刺青都破皮流血 全身也多处擦措伤相当虚弱 事发地点就在中心桥上靠近环河南路的这个扎道口 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大弯道 货车驾驶疑似就是车速过快才会酿成意外 根据了解42岁高兴货车驾驶时 薄一早从新北板桥公司载运细沙 准备到内湖工地的新建大楼 他事后工程行驶到中心桥引道下环河南路时 不知道这路断速线只有20公里 高型驾驶踩油门以时速50公里 加上刹车失灵 在距离出口30公尺前的转弯处打滑 酿成自撞车祸 但工程业者表示损失不重要 人没事就好 消防地生货报后紧急汇同附近的龙山 双源华山分队 汉万华中正中队共五个单位 约五分钟后火速到场 警销表示驾驶没有久期 因为这路段弯道比较短 前方还有闪光红灯 也时常发生追尾事故 索性这回高性驾驶没有波及他人 也没有神明违宪 记者李明镜万家围台报道